华人的社会 龙年都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可以求财库 然后也代表一个龙天护佑 所以在新年期间 要记得初一到初六 其实到元宵都可以 其实整个过年是初一到元宵 但是一般我们的配合上班日的话 你就到初六 所以新年期间 从大门走出来的时候 都可以从北方开始去走春 因为甲城龙年2024年 刚好进入了这个九运 那九运重新启动的时候 它一次是走20年 所以北方是大力20年的 所以往北方去走春 可以开启你新年的一个运势大发 让财运恒通 往北方走 家里的北方 我们欢迎汤振伟老师 漂亮 汤振伟老师我真的看不下去 你说说他两句 今年你们要报警我 报警处理 来 赶快打一下电话好不好 打一下电话 好 那我们先恭喜一下美丽老师好不好 不过现在要教你一个方法 你可能会更旺 对 适合观众朋友 但更适合美丽老师 对 因为甲城龙年走春的开运宝典 因为甲城 我们之前有节目都讲过 就是回到六十夹子的一个重新的启动 所以 城又是财库 所以它是重新启动的一个财库 那我们在华人的社会 农年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就是 可以求财库 然后也代表一个农天护佑 所以在新年期间要记得 初一到初六 其实到元宵都可以 其实整个过年是初一到元宵 但是一般我们的配合上班日的话 你就到初六 所以新年期间 你从大门走出来的时候 都可以从北方开始去走春 因为甲城龙年2024年 刚好进入了这个九韵 那九韵重新启动的时候 它一次是走二十年 所以北方是大力二十年的 所以往北方去走春 可以开启你新年的一个运势大发 让你财运很通 往北方走家里的北方 但是我们有一些老师是修西方的 修西方 美丽老师吗 没有 我也是在北方 因为林鸠山就在北方 真的 你说什么 他都要往自己身上来 他对手要对他入座 那补羊要比了 因为像我农历年 北方我要去到芬兰去 对 还要看北极光对不对 人家那个都没有讲话 你一直讲 老师都很好 所以北方属水对不对 黑色蓝色属水 所以明老师去北蓝对不对 去北边穿蓝色衣服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去 丑医丑医 丑医 想不到 新生期间都往北方 阿棠哥你真的可以来主持了 可以吗 他蛮有点的 不好意思 所以往北方走 可以让你的财运更好 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刚刚其实上一集老师有讲过 老师就是说去庙宇点灯 其实这个是 大家都可以去借由你的宗教信仰 去祈福的 因为其实点灯呢 其实初一开始呢 一到初 在元宵都可以点 但基本上呢 只要庙里面有这个服务呢 其实一年当中都可以点 只是你越早点越划算了 为什么 越早保佑就对了 他以为有打折 因为为什么 你年终点也是同样介绍了 对啊 所以越早点越划算 或者为什么我就知道 他在想说有打折吗 没错 所以上宫下布施呢 都是很好的 所以你去庙宇点灯啊 可以齐请这个隆天来护用 让你的虔诚光明 所以我们佛家常讲 一灯能灭千年岸 意思就是点灯呢 在无形当中 它的功德利益呢 就是开启你的智慧 让你新的一年呢 平安健康 我点了两个灯了 谁又讲话了 是谁又讲话了 这里 这里 光明灯 开启灯 美女老师已经灯灯灯灯了 好 恭喜 恭喜老师 好 那第三个期间呢 就是新年期间呢 我们可以配戴什么 有龙的图腾的饰品 因为龙呢 它毕竟还是这个 龙天护佑 也带有财库 所以新的一年呢 大家身上呢 可以带一个有龙的图腾 然后也建议大家呢 新春期间呢 身上一定要有红色 因为2024年呢 开始进入九孕呢 九孕最旺的颜色 就是火 就是红色 所以呢 新春期间一定要红红火火 对 老师 如果家里面有风铃 上面有龙的是可以的吗 可以 对 如果有红线绑的 或是有戴红绳啊 都OK 穿红内裤 红袜子 都没问题 你戴我啊 你戴我啊 好啊 好啊 不是啊 好啊 戴主林哥一定会招财 因为房子太多了 对 招财 所以基本上红色呢 都是一个旺运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戴红色系的 衣服饰品或有龙的图腾呢 都可以让你呢 招来好的财运跟贵人 然后平安又吉祥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接下来欢迎爱飞老师 哎呦 她不是来过了吗 今天也可以来啊 今天再来一次啊 虽然会摇来摇去晃来晃去 没有 你今天要来干嘛呢 我今天来为大家播报一下 这个2020年 对对对 就是星座的气象 好 星座的整体运势 那首先呢 我们从中间的这个星座来看 来 中间的星座请 第七名 水瓶座 在2024年呢 你是整体的运势来讲 是住宅能够翻新 而且呢幸运增温 幸福增温 整体来讲是爱情运非常不错 而且呢 2024年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会非常好 有这个住宅的好运气 来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星座 好 第六名 是摩羯座的朋友 是家孕康健 而且能生儿育女 2024年 如果是摩羯座朋友 想要生小孩 或者是说因为生孩子 有可能会想买新房子 那么这样的住宅好运气 摩羯座不要错过了 好准喔 我们阿美老师就摩羯 我摩羯座 我刚好要生女儿 加油 不用加油 已经要生了 要干嘛加油 已经怀了吗 都快八个月了好不好 再来 你这很不关心我们这个同事 对啊 连人家来什么星座都不记住 我检讨一下 好 再来看下一个星座 好 食指座朋友来 第八名 他是慈悲喜舍 广结善缘 2024年如果是食指座朋友的话 你要在内心的部分上面 多做一些慈悲喜舍的动作 施笔寿更有福 而且你广结善缘 能够积累更多的福气跟福报 尤其在健康的部分 也会因为你的多失福分 而获得了好运气 有一种转为为安的感觉 所以狮子座朋友加油 再来我们看上一个星座 天秤座朋友 我们笃铃哥恭喜 是第五名 又一马心动了 是 出外得利 笃铃哥在2024年龙年 其实要多往外出去玩 听说你过年好像要去 到处走 到处走非常不错 没有你是过年前 过年前不要出去好了 留在过年后 因为我很嫉妒 不错 出外得利 那么出外发财 也祝福天秤座朋友 出外的话 买张彩券 试试手气 你的财运在远方 再下一个星座 牡羊座在第九名 那么就是喜银财水 越花越赚 牡羊座朋友在2024年龙年 其实要花钱 越花钱会越赚钱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要来学习一下 老师那我就等你了 对 因为我是最不会花钱的星座 没关系你把钱交给我 我会帮你花 没关系我会认识很久 我一定要等到你后悔的那一天 不会 那我今天要改变一下 越花越赚 我们再看下一个星座 天蝎座朋友 我们亚兰姐 人才两得 双喜临门 今年天蝎座 人就是人缘好运能够获得 财运是财富的部分 如果我们天蝎座朋友 你在2024年想获得公民的话 也会非常好 因为是人才两得 你考试考上了 那么就会加薪以外 也能够双喜临门 恭喜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星座 第十名是射手座的朋友 虽然排在比较后面 但是不用担心 是运动健身后肌财酷 谁是射手座 三位老师 汤老师 对 这是 老师射手座很多 对 而且发现射手座老师 真的是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美丽 所以男生 他都不夸男的 等一下 他越来越美丽竟然看着他 你们两个有暧昧吗 我跟你讲 李玉佩老师 我也是射手 你也是射手 我上身在射手 对 我是看李玉佩老师 对啊 刚才看到他 你两个有暧昧吗 汤老师不要白白一场 射手座的观众朋友也更多 运动健身后肌财酷 非常好 不错 再来看上一个新座 来 双子座 是波云见日辉煌十年 我们在座老师 有没有双子座 双子座 恭喜 減少年老师 波云见日辉煌十年 然后搬出去住生了小孩 养了十年 全新的开始 对 其实双子座朋友 在这个龙年的运气非常好 因为它是开启了十年的旺运 所以要做一个把握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新座 双鱼座是住宅安稳 家孕安康 虽然是双鱼座排到后面 但是它整体来讲是 家庭是幸福 家人是团圆的 其实家宅当中 家人健康 父母健康 子女健康 就是一个安稳的平安年 所以我们还是恭喜双鱼座朋友 再来看下一个新座 处女座朋友 恭喜 我们的杨兰姐 上升新座是 处女座 步步高升再上层楼 工作运营会非常好 事业运营也会非常好 人气也会非常好 恭喜 你看我们都排前几名 今天一定赢 一定赢 好 来 再看下一个新座朋友 巨蝎座朋友 运势排到偏厚 但是不用担心 是修身养性 行散基伏的年 虽然运气比较弱 但是你只要做一个 修身养性的动作 把今年当作是一个 充电年 学习年 读书年 整体来讲 度过这一年以后 仍然是能够累积自己的知识 累积自己的福分 来 加油 再来看第一名的 这个 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 我们现场有没有 老师金牛座 恭喜 太好了 十年大运 从今年开始 那么所有的旺运 所有的好运气 金牛座独领风骚 所以 一定要启动你的好运年 相信就是 隆中好运隆中来 恭喜